某校美术科购买了1000支水彩笔 想从中抽取50个样本以了解不良品的比例 若采取下列方法抽样 步骤一 把1000支水彩笔按顺序编号 然后呢其次决定抽样区间 步骤二 从1到20当中 简单随机抽出一数作为起始点 例如抽出15 那么每20支水彩笔就把第15支水彩笔抽出来 所以就是编号的15 然后加20就变35 再加20就变55 再加20就变75 一直加加到最后一组的995 那这些编号的水彩笔就会被抽出来作为样本 请问这是什么抽样方法呢 好那关键字在哪 每20支就把第15支抽出来 所以从15加20就变35 加20就变55 再加20 所以一直加20 好 所以这个就是有系统的 来抽样 这样前面也会抽到 中间也会抽到 后面也会抽到 所以说它就是有系统的抽法 所以叫系统抽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